我们在世纪末出生 过去 现在 未来 九世代的声音就在这里 早午晚安安 为身处任意时段的你带来今天的节目 欢迎来到世纪末的九世代 我是宜璇 我们今天呢要讲一个跟暑假 算是应该算稍微还是蛮有关系的 我不太确定 这蛮有关系啦 就是讲到暑假 觉得在想到的前三项 三件事情应该会 这个会其中一项 这几率蛮高的 不过我不确定就是现在学生的暑假 到底是放几月份几月份啊 七月八月吗 你要看哪个 大学以下 一样七月八月 就七月八月 所以我们播出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 还没开始赶暑假作业 还可以就是再压到八月 再玩一下 再玩个一两周之内 最后一个礼拜再来 讲到这个让我觉得我们下次就是 这几周可以考虑一下再讲暑假作业 就是开个一集讲暑假作业 好像没有不行 虽然我已经快没有 可能十分钟一集吧 我们可以开心的十分钟一集 这样子 消死 好啦那我们今天还没有这么残酷 就是看在就是我们 可能听众朋友们 还有的人是就是快乐的学生 那你们可能还不用面对就是除了现实的残酷之外 还有作业的残酷 还可以放两周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聊聊的呢 是大家可以可能可以参加好我们的经验 看看暑假还可以去哪里玩 那我们今天要讨论呢就是过去就是最近比较少 就是我们比较窄长大之后 所以可能是以前的玩水经验 特别是可能暑假这种天气 特别今年多热 今年真的热到就是不在冷气下面很难活下去的这个温度 所以或许有的人比较户外派的啊 也会是一个很适合玩水的天气 虽然台风也蛮多的 所以就需要看运气的这样 好啦那我们也统整了一些 我觉得今天看我们打的稿应该不会太长吗 每次都不是很确定这样子 我觉得 觉得你会讲很多 就那样 就那样 就那样OK 那一样易学先分享嘛 就是消失后或者是长大也可以啦 玩水的经验 好 我先分享我的消失 虽然说这个地方现在已经 严格来说没有在营业了 我没有在营业了吗 我小时候跟家里去巴仙乐园 对 巴仙已经目前是没有在营业的状态 对 然后我就是 我想一下 我记得那时候巴仙就是 它是什么 躺着玩 坐着玩 趴着玩 还是巴仙好玩 还有一个那个 slogan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跟家里有去 然后我其实 因为我说真的 我是那种 我会 名义上的会游泳 就是我只会游25公尺 然后直直往前游 然后就结束了 就这种 25公尺是 体力的限制 还是为什么是25公尺啊 就是学校考试要考25公尺 我会努力过就这样 那再多的没有游过 呃 没有特别游过 哦 好 呃有 啊 因为说就是25 因为为什么会讲25是一定会停下来 是因为游泳池 就这么大 你说游到对面25公尺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都不要落地的情况下 所以没有 你没有就是折返游的经验 哦 有我有折返游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就是 有些不是那种一整条可能很长 就是50公尺的那种 那种我就没办法游到底 但是25我可以游到底 那种感觉 哦 OK 好 对 但是我可以游回来 我只是 就是我没办法持续游这么久 可是到底为什么50公尺不能游到底啊 就是差别在哪里 应该说就是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我游泳的姿势版就不太对 就是我不 然后不太对 所以变成说 我前面还好 但越到后面会越游越吃力 就是会一直觉得自己要喝到水 就是要沉下去 就是因为自私 对对对 就是因为你要沉下去 然后就很用力想要继续游 然后变成说到后面就是体力消很快 然后就考试 就老师一说就是那个 老师设定的范围一到了 到了之后就马上站起来 马上离去 马上结束这个活动 原来就是你大学是不是还有游泳课啊 有啊 也是要考25 但他大学好像游了50 大学好像有50 那你可以过吗 诶 等一下没有没有没有 应该也是25吧 我不知道我大学没有游泳课所以 没有因为我觉得我的游泳池 因为我每次游到游泳池中间 所以但我记得我大学游泳池是50公尺的 所以变成是说如果游到中间那就是25 所以游到中间你就自己想办法活着回来就行 没有没有老师说游到中间就好老师说游到 就是他有放一个那个东西 就是一个类似三角锥在旁边 他说游到那边就好咯 然后就游到了 耶我要起来了 所以就游到然后就成了 不是可是 比较长的不是他中间水深是够不到地的吗 依照我们的身高 那怎么办 就抓着旁边那个 他不是会一条一条那个 那个叫什么 就是 浮水那个 水到的那个线 那个会浮线 就抓那个 然后缓缓晃过去就是岸边 因为我刚脑中出现的画面是25公尺到了 在中间然后你就沉下去 我想说然后呢你就沉下去了吗 我就然后呢就停了吗 那怎么办 人就在那边耶 你就在场中间就下去了 你知道吗 我想说你要怎么收尾 他说不 你不躲到对面吗 我刚脑中出现 因为不是 不游到对面还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那个 就是对面是另一 就是一半的另一边是别的班级在用 所以我也不可能游到对面去 所以所有人都要在25公尺的那边沉下去 对 对对对 你要这样讲的话没错 OKOK 结婚了 谢谢姐答这样子 好回来 大家都要先沉下去 好回来 发现 发现乐园 对 对然后就发现 就是因为我其实都一直不太会游 然后其实发现有一些东西还是 就是还是会有身高限制 就是尤其是我那时候是小学 所以也没那么高 所以有些东西我其实不太能玩 就是像飘飘盒之类的 其实我好像就会踩不到地板 嗯 会吗 我忘记了 然后反正 但是我觉得飘飘盒的超好玩 因为我就一直坐在泳泉上 我也不用耗体力 我就坐在那边 然后里面飘着 对就是 耶 不用耗我的体力就飘得很好 对 对我只是废物 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那个有去玩一个 就我跟我爸一起去玩一个 那个双人的那种滑水道 就是它是会有一个八字形的游泳圈 然后你要两个人坐在上面 面对面吗 呃 同个方向 都看前面 嗯 因为也有人可以面对面 但真的要背 就等于说背对下面我办不到 对所以 对我们就是 我跟我爸就是 就是都是面向 就往下的方向 但可能是因为 那时候有比较小 然后 就加上我 位置坐比较后面 所以变成说 整个八字形游泳圈 我们的重心太后面 所以我们一滑下去就翻车了 嗯 翻船了 就直接没有在游泳圈上 对就是 就是因为它是那个是 好我记得是两 有点像两阶段 就是会先 一开始就滑一点 然后再第二个 就是两个 两个斜坡 的那种 滑水道 然后我们在第一个斜坡 第一个那个 平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就翻车了 然后翻车之后呢 我爸就说 他那时候就在 手在水 狂往水里面捞 然后又把我捞起来 很快捡回来 我不知道我去哪里 就我喷到不见 然后后来我起来 然后我爸就说 他就我看起来快死了 然后我就 这是我的把先的 所以你对他有 就因为这个对水有阴影吗 也还好 是没有到阴影 但就是你跟我说 叫我再去做那个 我可能会说不要做 哦 没有很开心吗 对 不是啊 因为我根本没有体验到 我就翻车了 可是 因为我是碰到水 我就很开心 就算我要你手 我也很开心 塞不到第一夜开心 这样子 哦没有 可能是因为我觉得 那时候就是因为 太预想外了 就是没有预期到自己会 就是翻车 然后出去 然后爸爸在那边 手里面 狂往水里面捞 把我捞起来 对 我觉得这个 如果只是一般的玩水 可能还好 但这样子 就是太突如其来的 我真的觉得不行 嗯 对 这是我第一个 比较印象深刻的滑水 呃滑 玩水经验 嗯 对 然后还有第二个是我 好像是小五 三小六左右吧 那个时候 就是有一次 我跟我妈 一起去泰国玩 嗯 然后我妈就跟我说 哎我不要去玩 但是那边有香蕉船 你要不要去 你要去就自己去哦 因为我们那时候 我们同团都是小 就是 我记得同团好像 可能20个人 大概有12个小孩 就跟我差不多大 都是小学生吗 然后8个大人 嗯 好像有几个 有几个 国中生 但就最大 就国中 然后最小 就是大概可能 二三年级这样 嗯 就是那个区间 然后她就说 我妈就说 哎我不要玩 你去跟那个 其他人一起去玩 然后我就 哦好 然后就穿 救生衣 然后就耶 我要去玩香蕉船 我没有玩过 好兴奋啊 耶 嗯 然后因为那时候 那个就是同团 跟我说 这应该是不会翻 翻船的 因为她说上面 有小朋友 这样比较暗穷 我就哦 好耶 然后就在 香蕉船上面 很兴奋的时候 耶 翻船了 她是特别让你们 翻船的吗 她是特别翻船 嗯 对就是让你体验 那个翻船 然后我完全没有 预想到的 直接喷出去 对我又喷出去 所以这次有觉得 好玩了吗 稍微大一点 这是 我的心里是 我觉得救生衣 真的最棒的发明 还有海水 真的超闲 哎既然讲到这个 让我插一个 就是我等一下不会讲 就是我看到 艺学说有玩香蕉船 还想到 我也玩过 好像 好像有两次吧 一次是在就是 也是小学 大概中年级的时候 然后是第一次出国 就去关岛 然后那时候有 应该是 我不是很确定 但应该有玩 那为什么不是很确定 是因为 它很安全 它安全到就是 大家在报名 要不要玩的时候 导游就欲言又止的 表示说那个 就是这里是美国 然后这里的法规 比较严格 所以我们所有的 刺激项目 都不会很刺激 就是我们会在 最安全的范围之内 不会翻船 不会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 他说所以 我觉得各位 如果要玩的话呢 去墾丁或是东南亚 会比较刺激一点 那大家再 自己斟酌一下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有下去玩的话 它也没有 就是没办法让我印象深刻 所以我不是那么确定 但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导游讲这句话 因为他讲完之后 大家就是一副 这是推荐还是不推荐呢 就是他很诚实啦 就 那个导游 你不收回扣吗 就是应该会有一点 就是 你应该会有一点回馈吧 你可以直接这样讲吗 这样子 对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我另外一次 是我大学的时候 我是确定我有去玩 就是我是大学 大概大二的时候吧 跟社团的干部 一起去 就是墾丁高雄玩 然后那时候 大家也是 难得就是这么多人 去海边 所以就是有去玩香蕉船 然后那时候香蕉船 他也是 我不知道 可能就是风平浪静 非常的平稳 所以大家坐一坐之后 就很无聊 然后就跟着前面 就是那个 骑水上摩托车的那个 大哥就讲说 可以翻船吗 就是太无聊 他就说好啊 那他几个收尾之后翻船 然后大家就 一丝一丝就 一丝翻船回去 大家就 好像 这也不是非常刺激的项目 所以我们就 下次再玩刺激一点的 这样子 所以就 我不知道 就觉得水上活动 就香蕉船这类型 我觉得没有很刺激 还是因为我那时候 是小朋友啊 我觉得 但一部分 也有可能是因为 就是水性的差别 就是你也不是 就是从小就非常喜欢 玩水或什么 可能也有差 对 这样子 但我 但我那个是泰国的香蕉船 嗯 所以呢 可能比较厉害一点 这我就不知道 我不知道 好 然后这次我就 因为有穿救生衣的关系 所以我自己有浮起来 虽然我还是喝了一大口海水 然后我就浮起来之后 开始往岸上移动 我觉得耶 耶 翻船了 耶 耶 又填到了 对 还有一个 就是也是泰国玩 但是我其实不太 不确定 这个到底算不算水上活动 嗯 就是那个 拖曳伞 算吗 算吧 只是你没有进到水里 就是没有 因为他那个就是 一直就是 他就是一直在那边绕圈 就是你 绕完一圈之后 你就要赶快在他 还在那个平台上的时候 你要赶快下来 然后就会换上 下一个人上去 所以他没办法让你 在那边就是 特意伞是划水的那个吗 就是会有一个 是他开一个 起着水上摩托车的人 之类的 然后带着你划水 然后在那边 对对对 但是我就是浮在空中 就是 浮在空中 所以他不是 他不是你踩在冲浪板上的那种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不是不是 他就是一个感觉 比较像体验项目 就是他有一个 很大的平台 就是我不知道 那是船上还是 大平台 对 然后就是反正 他就是有点像一个 跑道感觉 然后就是那会有人 然后就是你 哦他是飞起来 有查到 对对对 是飞起来的那一种 那在水上滑水 那不叫拖曳伞 那叫什么 不知道 拖曳伞滑水 突然好在 认真不知道 那你脑中有出现这个画面吗 就是我说的那种 我觉得那个在综艺节目 很常出现 他们要 要就是 通 通关 然后怎样怎样 然后就是 可能手上要拿个什么东西 或是 撑最久不要导致 啊他就这样滑水 他就这样滑水 哦 就是滑水 对我对滑水 但是我会想要玩 对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但是这个掉到水里的几率 比较高就是 哦 因为我觉得那有很多种 就是有 也有后面是 拉着一个很大的 就是游泳圈的东西 要扒在上面的那种 哦 好像知道你在讲什么 对不起 我这是综艺节目的知识 哈哈哈哈 好像综艺节目 好喜欢做这种事情 不好笑 所以等一下 所以你玩拖衣伞 就是没有碰到水 飞起来的拖衣伞 对对对对 就是体验一圈的 这的确有点尴尬 就那这样算 好像水上活动的部分 但是他还是要穿救生衣啊 就他也是可能 怕你一层掉下去 对以防万一 但是基本上 你是不会碰到水的 对基本上 但是我的前面的那个人 就是 拉着我的那个人 他是在水上 但是你不是怕高吗 小时候没那么怕 所以那现在还可以玩吗 我觉得那种可以 就是那种我可以玩 我觉得是 我对建筑物类的高 我会比较怕 哦 但是不要叫我去跳伞 那个我关不到 那跳水呢 跳水 水不行 水不行 那 弹簧床 开始挑战 哎有想要 可是啊 我不知道可以弹到多高 可是我会想要去玩那种 就是有些很像健身房的那种空间 里面会有那个可以 然后会有很多那个 泡棉方块的那个 我们想的好像不是同一种东西 我想的是黑色方形一大面的那种 就是有那种运动 有画面吗 它是在水边吗 不是不是 它就是健身房里面 彈簧床 有啊 我知道就是一个方形 然后很多个方形 可以在那边跳一条圈 对对对对那种 你说的是那种 那个会想玩 哦 所以彈簧床是OK 那攀岩呢 攀岩 我 我有想尝试过 但我觉得我的手不够 没有力气这样 支撑我自己上去 哦 我觉得你 这个可能要练习 我觉得你上去应该可以 下来就有点难 很快下来 下来就跳下来 对就是跳下来 这一步有点难 你说要跳下来这件事情 对就在下面还 易学闭上眼睛 什么都不知道 闭上眼睛就对了 只要不看就没事 快来个人帮我打婚 别看 相信那个 把你拉下来的教练 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好 不过这样听起来 就是可以挑战的 还是蛮多的 就是没有完全不行 但是你说种 就是有那个飞机上 那种高空跳伞 那真的不用找我了 那那种那个 飞机上 然后你不会 你不会高空跳伞 但就是那种 那种 我怎么形容 就是竞技型飞机 它会带你 360度旋转那种 哦不行 不行 可是你被绑在上面 没有我觉得那种 那个飞机太小了 我觉得不行 哦 太小了 就这个会 比较没有安全感 所以如果是空中发誓 360度旋转 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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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他 他一般不会拿来 做这件事情啊 他做这件事情 大概也没有 可不可以了 大概是 以主要理好的问题 你为什么删掉我的稿啊 吓死我了 不是 不要激动 海蛋删的 不是我 不是 海蛋在睡觉 然后他刚动了一下之后 他又压到我的键盘空白键 然后我去神灑住 海蛋是易学家新来的猫咪 他叫海蛋 这样子 对 我家家也是新猫 他就在我旁边 笑死 对 那我刚刚就想说 等一下 他是删掉了吗 那我看到那个空白 空白 就是那个空格越来越长 我就不 把它移开 然后帮你复原 好 我刚刚讲哪 我们讲到客机360度旋转的部分 可以不用 谢谢 这个部分可以不用体验 这个真的是 极限挑战 一生 一生只能有一次的经验 那我记得我之前看 不知道哪一个综艺节目 就是有 他叫人站在那个飞机前面 然后把你绑起来 然后那个上面 还有飞机上面 Running Man好像有演过 对对对 我就是看Running Man的 那个 那个我不行 你坐在飞机里我可以 上面不行 上面他还不用起飞 他光帮我绑上去 我就会开始穷扰 我就够高了 够了够了 那已经够了 我所有钱都给你 放我下去 对 我已经体验到了 谢谢 拍张照结束 好 那离水越来越远了 可恶 我已经变成就是 如果想挑战什么 极限活动了 好我们回来 我们刚刚讲到哪里 空中巴士之前是 拖曳一伞 然后再研究 飞不飞起来 还有没有碰到水这部分 就研究他到底是不是水上活动 就可以变成奇怪的东西 OK 好那继续 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不过我后来就真的几乎都没有 就是我 偶尔还是会有去海边的机会 但我去海边真的就是在沙滩上 然后采采水 然后吹个海风 然后就是之前跟我家在那边拍那种 就是大家都要跳起来的照片 拍到隔天铁腿 已经到了拍种照片就要铁腿了是吧 不是因为跳的超多 我们在跳了二三十次有 就是一直跳 好 小学生你可以跳一百次也没问题 那是小学生我 那是出社会的我已经 有跳就很厉害好不好 已经采水就是极限了 OK 对吧 而且因为我其实觉得就是 我没有很喜欢那种就是 起来要清很久的这件事情 哦这件事情真的没办法 而且很多的沙滩边就也没有 就是可以干净的地方 超尴尬 对所以就 我的极限就是采一下 采 OK采一下 对我们知道有机会可以一起去采啊 我是希望可以进到水里啦 如果可以选通 那你进去我在旁边采 好 只想采一下 笑死 我就是那种 如果我们有机会去那种就是 就是海边 然后我就会在那个 那叫什么 洋伞下面一直坐着的人 然后就会看着远方的 啊搬在水里 耶搬在水里 啊搬飘得越来越远了 哎呀搬 哎搬了 哈哈哈 恐怖故事 我跟你讲我觉得那时候 我就会开始说 我要来查一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 然后决定等一下结束 然后去拿来吃 大人的享受方式 没错 我看到海了 我来过了 OK OK了 对 然后我跟你讲 我没有没有 我会一直一直去采个水 然后就是 我又体验到一切了 好我该碰的都碰到 碰到就行 对 人不要贪 哈哈哈 没错 就这样就好了 小死 哎真的 的确感觉出社会之后 多数人都会 蛮多都会变成这样 就是 青春的事情就留在过去的自己就够了 哈哈哈 对 反正小时候的自己 该喷出去也喷出去过 还喷过两次 现在体力也没那么强 哈哈哈 还是看晚上吃什么餐厅 现在走过去 然后晒个太阳 然后踩一下回来就 我好累哦 现在能力是 花门票钱这部分哦 小时候门票钱是别人花 对 现在大概就是 超能力在这部分这样 哈哈哈 花门票钱进去就 好我体验到了 对我来过了 OK 哈哈哈 小坦酷 哈哈哈 真的 好了 那 易学分享完就是 从小时候到长大 踩水哦 跟水上活动相关的经验之后呢 哎我觉得我进步了 我从喷出去变成 自己知道自己要喷出去 跟我踩水 哦 这样是进步吗 这样是进步吗 我不确定 我不确定 嘿嘿嘿 很难好 就是我喷出去之后 我没有浮起来 跟我喷出去之后 我有自己浮起来 那最后变成踩水 哈哈哈哈 这没有 没有喷出去这个选项 这已经变成归零了 你知道吗 一般进步的想象是 我还不敢玩 我只能踩水 然后到最后我喷出去 我很骄傲 不是这样吗 哈哈哈哈 没有 因为我小时候已经体验过 所以长大就觉得 嗯 好 我体验别的就好了 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 然后我分享 好 玩水经验 就是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 其实我第一瞬间想到的是 我小时候非常常去一个小溪玩 就是 它有点像是山里面那种溪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家很喜欢去 我真的不知道是哪个 哪个秋香 没有哪个 呃 乡下地方 尊重 尊重 就真的不知道我父母 怎么知道那种乡下地方 就是会开车 然后到一个就是 可能同时那个西上 除了我们家之外 只有两三家的人 然后可能有些人会考入 你知道那时候 还没有那么严格的法规 或是有 大家也不知道这样 然后 我想说好像也有类似的经验 而且我们家还是去屏东 欸好远哦 去屏东 为什么不去海边啊 等一下 不是不是 就是因为那个 就是 那个叫什么东西啊 就是有 我妈有在屏东当地的朋友 然后就他们就是 就像是那种 就是比较不会有人的地方 嗯哼 秘境 OK 对 蛮像秘境种东西的 哈哈 反正我就是对 那个小溪影响很深 因为就是长大之后 我觉得玩过的水 都没有那个小溪那么凉 就是山里的水 真的是很清凉 就是特别开心 就夏天去的时候 会觉得就是被丢到 冰水里面那种感觉 超爽的 然后因为那时候真的很小 大概就是我幼稚园的时候 才会去 所以就是我父母 也不敢把我 丢在那边游泳啊 丢进去 就那时候 我也不知道我会游泳 我也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会游泳的 但他们就是把我丢在那边 然后套个游泳圈 然后拿一些大石头 把我围起来 然后他们自己在旁边 看着我玩水 就是长大人 大人的享受方法 坐在那个 那个太阳伞 伞下 然后就 小孩在那边 OK 看着 他还飘着 没问题 对 然后 我就是开心的在那个 石头里面 就是飘着 印象非常深刻 然后在稍微 长大一点的时候 大概国小 低年级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 我是很常去一个 办室内的 他有一半是三温暖 然后一半是滑水道 滑水道应该是在室外 所以我才说 办室内的一个地方 然后那个地方 我觉得 应该在我们 国高中的时候 就倒掉了 但也有可能 是因为我国高中 搬家了 所以我不确定 他到底倒了 还是没倒 只是后来没有怎么 就是听过他的传闻 但那个时候 印象很深是 我家买了超多他的那种 算什么 计票还月票吧 所以就是 可能假日就会去 因为我超全要玩水 然后我父母就 OK你喜欢 就去啊 就去 所以我也超常去 而且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那时候 因为国小 可能才 定年级中年级吧 身高也没有多少 虽然现在也没有多少 但是当时 当时的没有多少是 可能他那个水深130 然后我可能也就130 或是120 我不知道 但反正我是踩不到底的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没有规定 就是我不能下去 因为我玩他的滑水道 我下来是会直接沉下去 然后我踩不到任何东西 沉下去 就是 但是没有人支持我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是 我们去的人都人很少 然后就是因为不想管 还是 还是真的没关系 但就是 我每次都沉下去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 那个时候 在这部分比较没有 对有可能没有 也没有法规定 对 但是就是 我觉得那时候 觉得超刺激的 就是每次到溺水一次 这件事情都很开心 我不知道为什么 笑死 就每一次都 耶滑水道下去 耶我要溺水了 然后努力的飘起来 然后耶再一次 就反复的这个行为 我也不知道小朋友在想什么 就很开心 快乐小孩 对快乐的 水比我深 哇 还行 现在已经无法理解 现在要找到水比我 可能还找得到 因为身高也没多少 可以啦 对 但是 50公尺的正中间 我跟你讲 我大学的游泳池 虽然说你头不会进去 但是你脚会踩不到 哦 脚会踩不到 那你踩到的时候 就可以进去啦 加油 哦对对对 对啦 对啦 就是 所以你可以去 这么挑战 所以现在还是可以挑战 没问题 我还是可以找到就对了 没错 搞不好 我家附近的那个 攻略游泳池 正中间就 有机会 回忆一下小学的时候 低年级的时候 那个快乐的感觉 听起来超危险 真的超危险 好 但是我们要相信救生员 而且他没有规定 不能下去 不然就身高骑士 好 反正这就是我小学 算是低年级 中年级的时候 印象比较深刻 就是很常去那个 不知名的 不知道岛有没有的地方 好 再来稍微大一点 就是印象深刻的 玩水经验 应该是素席 就是 我超喜欢 素席的 虽然只有过那一次 因为我觉得 我刚打的时候 是打素 但是我不知道 就是教育部制点 会讲什么 就是不好说 我要查 素是素 没错太好了 它是不是逆流而上的意思 OK 好 反正就是素席 那长大之后 没有去一方面 是因为我觉得 体力真的没有小时候好 然后另外一方面 是他的花费 应该也称不上便宜 大学的时候 我好像 好像有朋友约 但那个时候 没血理由 是因为 体力真的没有很好 这天都在熬夜 那我一般想 就是我 我父母 大概前几个礼拜 才跟我说 欸你这两天 不要回来 我说干嘛 然后我们要去 花莲索西 我就 哦好 拜 非常的厉害 没错 但我不确定 就是行程 有没有差啦 因为我那时候 还疯狂的跳水 我觉得可能 应该没有这个 我觉得他们 那个行程 应该不会这样 应该会见 就是不至于 这么屁孩 感觉 感觉是认真的 欣赏风景的索西 我真的 我只知道他们 有要穿那种 苏西鞋 哦 那一定要 对方华 之类的 还是有一些装备 哦 就有 它有一点 结合爬山 我觉得 因为就是要 爬那个石头 什么的 然后我那时候 印象深刻 就除了爬山 就是 这件事情很有趣之外 就在水里面爬山 普通的爬山 我就不喜欢了 哦 你还好吗 没事 还在 把水瓶装到地上 OK 好 那我继续讲苏西 就除了这件事情之外 我最喜欢的是 那时候爬到底的时候 是一个深潭 然后有一个小瀑布 然后有一个 算小小的悬崖这样 然后就停在那边 那时候我们的领队就说 哦 这边可以就是 让你从那个悬崖上面跳下来 大概两三层的高 然后我们会在这边休息一阵子 那想去的人就去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 那时候我大概小学 中年级 三十年级 然后我跟一个大概 我不知道是国中 还是高中的屁孩 虽然当时我也是屁孩 但他真的很屁孩 因为他居然挑衅一个小学生 去跟他比跳水 你知道吗 我现在想起来就觉得 他真的很过分 怎么可以挑衅小学生呢 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那时候就是整队的人 因为整队都是认识的人 好像是 父母其中一方的 就是可能同事一起相约吧 嗯 所以就整队都认识的人 就也不会很在意 等我们之类的 我们真的在那边 跳了就是十几次以上 然后比谁先没有听 好累哦 超累 因为他是累到我 就是素吸完回去饭店之后 我真的秒睡 断电 然后断电之后 第二天一早起来 我真的全身酸痛 然后原本要去 去玩七蛋的 我就说不行 我真的动不了 我四肢都没有感觉 真的不行 因为那个跳水 除了本身很累之外 他是要先爬到 两三层的高 然后跳下来 然后再跳下来 然后再爬两三层的高 对 然后你就反复做了十几遍 那你就是爬了 二十几层的高 我觉得好累哦 真的是不要挑衅小学生 做这种事好不好 我已经忘了 那个学习学的名字了 但你不要这么做 拜托 不过还是印象蛮深刻 就是如果还有机会 去做些的话 还是会想要 不要十次啊 跳个一两次就好了 现在体力已经做不到了 这样子 如果你找我去那个地方 我会在下面看 OK 陪我一次嘛 一次就好 一次可以吗 不要 我一次也不行吗 水很深不用担心撞到第一 就是水很深才不要 我以为是怕撞到第一 不是啦 原来不是 不是但是我跳下去 没有浮起来怎么办 这个就要看领队的能力了 这个就不 应该不会吧 鬼故事 所以我才说不要 原来是谁 原来我们顾虑点不一样 笑死 你顾虑点是不会撞到地板 我顾虑点是不 我会不会浮起来 不知道 oh no 好 好 不过 我们还是有一个 可以考虑起做的事情啦 就是苏西本身 跳水先不提 这样子 好 那打完苏西之后才想到 就是 其实要说印象深刻 就是也有 刚刚提到去关岛啦 那关岛除了玩那个 我不去里面玩 然后也感觉很不刺激的 香蕉船之外 就是还有一些 我觉得应该是去热带 在岛屿 就是旅游会有的活动 像是什么跟热带游泳啊 之类的 这种也是蛮开心的 但是 我觉得没有跳水好玩 因为一辈子没有几次 可以脱力的 的经验 所以 笑死 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这样子 你现在 你现在去那个 跳个两次 应该就会 oh好累 欸不是 我跟你讲 你在说什么傻话呢 现在的体力 你可不可以爬到最上面 都不好说 你爬到一半就 我可以回头吗 我不求到三顶 我到一半我就参加过了 拜托 像你不是在登山口的时候 好我到了 我走了 oh那个 打个卡就 ok剩下的钱我交了 就当作我参加过了 太快了 好啦 那剩下的经验呢 就是跟印学差不多 长大之后呢 就不太去户外玩 所以 一方面也是体力不行 然后一方面是 我好像大学的时候 被医生告知 我的皮肤不适合晒太阳 而且那时候 就是医生还跟我讲 吸血鬼 超级 他说你要擦防晒 你要就是 就是开阳伞 然后我就看着他 我每天都擦防晒 我超生气的这样跟他讲 然后医生就有一脸就是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出门 他说我觉得 反正你不要碰到太阳 我就 可以这样吗 他说你只能这样吃 我就 好吧 好吧 我能说什么 你不要再换个医生试试看 换个医生 他 我无法想象他还有什么说法 就 可能就是 你可能要去参考 那个全身都包起来那种衣服 就是 就是某些宗教信仰那种吧 我那时候有一阵 真的考虑 就是绝对不要晒到太阳的话 但是我觉得好热 该怎么会笑 我还是在在冷气房吧 我认了好不好 一年有一次晒太阳 晒那种就是户外太阳 好 一次就够了好不好 我认了 好啦那这个莫名其妙的经验呢 我们其实意外的 也讲了多久啊 也讲了三十分钟耶 我以为这集会超短的 因为其实 我觉得我们没有准备的 跟过去相比 就是某些比较长的技术来讲 应该说我觉得 应该是我们的经验就这样吧 讲直接一点 就这件事情的经验 我们不是那么户外拍 所以不会 可能每一年会有一次经验之类的 如果我说我现在电子 我现在手机电子书里面有几本 我可以告诉你 来说几本 你说 六百 骄傲吗 怎么可能只有六百 那是其中一个软体而已 没有两个加起来大概快七百了 我以为两个加起来一千二之类的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我后来觉得 因为我后来发现 我后来发现分两个对我来说困扰的时候 我会忘记我哪些买过 因为我真的有一次买要重复过 所以我后来想到还是尽量 就是 维持 原本的样子 好 我们下次再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对医学有信心 他会爆出四位数的 一定可以的 没那么快 我会相信他 明年再爆 就一千二了 为文化做出贡献 经济上的贡献 笑死 还是为别的国家做出贡献 我要笑死 对 买一下台湾进口的版本嘛 台湾翻译本嘛 有啊 我会买实体书啊 真的就比较 没有办法那么多 因为没有空间放 而且 就是那些封面 我觉得如果被家里看到 他们都会 实体书加进去有一千吗 实体书加进去有一千吗 你再回头算吗 不是 我在想的是 因为我不知道你知道 要不要加我以前 小时候买的少女漫画 加上去就有了 加上去 我觉得 应该是还是倒没有啦 我觉得应该没有啦 就是可能快 但是没有 诶 认真 你该挑个时间 把他们算一算 我好好奇 实际数字 没有而且 因为有些 之前有些就有被回收掉啊 无缘都不算 我妈妈说 你不要的 然后我就 哦好 那就分一分 然后就被回收掉了一些 等一下 那你回收的时候 他们会看到 觉得你买了什么东西吗 没有 小时候回收都是很漫画 所以没关系 哦 OK OK 危险发言 现在都是肉色的 不行 太危险 我还没有要讲 是什么你自己讲的 没关系哦 我又不介意 又没啥 大家都成年了 怕什么 一雪妈妈快来听节目 一雪妈妈 下次我接到你就给你推荐这个节目 推荐你这一集 看看你女儿在干嘛 我觉得她应该知道啊 因为我有时候 那个书放在床上 可能会看到 你女儿买了一千本的这种书哦 没有那么多 很快就会一千本了 差点就两千 我们自己到底在干嘛呢 突然迷失了房项 最后突然一千本的书 嗯好啦 我觉得我们 好啦 我们自己这个题目 最后还是要给大家一个 算忠告嘛 就是大家出去玩 还是要小心啦 就是特别玩水 意外真的很多 要 要量力而为 然后 不管你的就是 水性好不好 就是危险的地方 还是不要去 特别是水性好的 就是更危险 因为你对自己会有自信 像我这种人 就是最危险的人 所以 我有自知 像我这种那个相对安全 因为我根本不会下去 对 就是大家要小心哦 把石头围起来 自己在石头里玩就好 好不好 安全一点 好啦 那这集 一雪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 没有啊 到这里就 告一告一告咯咯 那就 下集见了 我是班 我是一雪 拜拜 拜拜 我被文字丁爆了 好痒 笑死了 你不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